啊 哈哈 这个嘛 我看你这些雕像不错呀 这个 这个 好 全部都给你 我要你这些低线法宝干什么 这里面也就那些半成品还有些看头 但我要了也没用 你看 我这么英俊潇洒 英明神武 英气必然 难道你就会行动吗 不想把我当作木雕的参考吗 可以 只是我现在修为不够 难以描摹化身修士 更别提前辈这样的世外高人了 等我化身成功 一定把前辈您的木雕做得完美一些 好说好说 你到时候一定要把我雕像得英俊一些 做上的几十一百个 做什么 我就送给可爱的小娘子嘛 咱们得抓紧时间了 抓紧时间 做什么 当然是多整几个意境让你感受感受了 早点给我化身 一个顺义死万里 若是原因后期 顺义也只有千里罢了 况且这老头还带着我一起顺义 她的修为到底是什么情况 年纪大了 身子骨眼差了不少 这顺义一次才区区十万脱离 真是羞愧呀 小子 你以前见过睡意这么远的吗 没有 那你看见我老人家这么厉害 连个屁都不放啊 前辈修为 实乃晚辈生平谨鉴 在下佩服 那里是白云宗 走 老夫带你踢宗去 前辈 我们就这么过去 踩在头上 除非修为比你高出两个结尾 否则 无法看清你的样貌 这可是我多年的存活 用完了你得还我 这怎么看似平凡 内力竟另有乾坤 这些阵法之精妙 比之胜过禁止于不差 好霸道的书法 金子 要我咋 你修正过大阵吗 业绩几破 这就没了 为你那么多法宝 天天出宫不处理 有手好险 靠这来做 何人回阵 不愧是四季修正过 随便一个蛮派 元银七修士就有三十多个 未受的竟然全部都是化神纪 二位无缘无故破我白云宗大阵 今日若是不把事情说明 那么就留下吧 我不管 我只是他找来的打手 你们找他 找他 走 走 参见上仙 赵国在哪个方向 上仙 那边就是赵国 但此处百里又出险地 名为黑泥潭 邪惑得很 无论仙人还是凡人 都不会从此处经过 小的建议您 古葬 什么地银险地 不过是一处泥潭而已 这什么贵东西 这什么贵东西 带国 带国 这就是藤一所在 第一灵脉 为何没有宗门镇守 道友有所不知 第一灵脉 是一处深不见底的黑泥潭 是藤一的修炼之所 四百年来 核心俗人时常变更 但藤一之名 却从未易住 以他的实力 根本不需要宗门 为他镇守灵脉 根本不需要宗门 康华恩斯托射军 是你 古诺玄虚 出来 哦 兄弟是不是 鬼 他不怕你的神功 头发缘真是养了八个废物 一个原因小儿 竟还是老婆亲自出手 好快 自然修为勾身恐怕难以速胜 莫容计开 不惧及时 身躯剑影 他能被锦翻所伤 万剑金 开 心死而已吗 太弱了 身体到了崩溃边缘 居然还不想不必 有过关子 让几岁老母身身一刺 只可承载 还活着 不错 老祖 我们是否应该派外宗之人持援藤衣大人 确保万无一世啊 藤衣是老夫的足弟 千年一遇的奇才 距离化神奇迹一步之遥 因灵根特殊 被使者大人选为独一无二的实验品 赵国九脉 其实不过是第一灵脉的附属品罢了 原因其内 藤衣绝无敌手 只要王林没有化神 今日 必死无疑 打碎了都能活 几几十十也没用 主子 咱快跑吧 不 这藤衣一定有破绽 灵根 灵根 藤衣家不过抽取灵根中的微弱灵力化为其用 灵根本身不该消散 那浅浅万万的凡人灵根 去了何处 这一整个黑泥潭 全都是灵根 不仅仅是灵根 藤衣的躯体 同样是灵根构成 此人将躯体彻底练化 与黑泥潭别物而知 靠着泥潭之中万千灵根的公养死而复生 灵根不绝 藤衣不死 唯有切断这黑泥潭与他的联系 即可杀罪 黄靠小儿 能在老封面前上船下跳石脚 足以糟绕了 这是禁止 何时不加的 等的就是你 黄泉风魔技 开 不过用来风动这黑泥潭 不过用来风动这黑泥潭 可能想过更好 好霸道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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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霸道 好霸道的力量 这是尊重的力量 很霸道的力量 这力量怎觉得有些熟悉 雕城小技 我心 故乡之心 竟要如此保护 可奈 只能降功了 扔命了 这保护子的墙 也只能让你玩死个意识吧 那可未必 不 依靠一滴古神之血 就想以蛮力模仿古神 终不得精髓 换手 报警 灵 凌古前 让你看看 什么才是真正的古神之力 一滴古神之血 也足以召唤一尊古神的护甲巨魔了 去 救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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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滴 Physical 救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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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启禀老祖 围困城外的劫技 仍然就攻不破 完备恳请老祖 和诸位元英大人出手 老祖恕罪 老祖恕罪 完备办事不理 遵守 老祖恕罪 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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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人他 他 他 传令 所有滕家弟子 即刻返回滕家城 即兆剩余滕家何心 随老夫开启护踪大阵